目前本缸法例对传统香烟有严格的管制 包括设立法定禁止吸烟区 以及对烟草产品的包装、售卖和推广等等作出规管 而由今个月30日起,政府将会扩大条例的适用范围 禁止进口、售卖和推广另类吸烟产品 例如电子烟、加热烟等等 政府在1982年订立有关控烟的条例 在之前香港并没有政策去管制市民的吸烟行为 在公众场所、例如器院并没有禁烟 而除了地铁之外,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都可以吸烟 政府只是呼吁吸烟人士要顾及他人 不过当时社会上已经有声音 认为吸烟影响健康,应该早日立法规管 当你想吃烟的时候 有没有先考虑到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之下才吃呢? 因为在人多和空气没有那么流通的公众场所吃烟 不但会骚扰他人,更加会影响他们的健康 医药报告指出,就算本身不吸烟 如果长期被迫吸入别人噴出来的烟雾 一样会对身体有害 现时香港是没有法例禁止市民在公众场所吸烟 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是劝喻和教育 劝喻吸烟者要为他人着想 教育下一代是要远离香烟 政府新闻处印制了各种海报和标帖 在各种交通工具和公众场所张贴 至于市民遵不遵守 就要视乎他们个人的品德 现在香港只有一间戏院 是将部分座位划定为不准吸烟的区域 照顾一些不吸烟的观众 这种做法可不可以推广到其他的戏院呢? 戏院商认为颇为困难 因为每一间戏院坐落的区域和观众的阶层都不同 同时政府也没有立例禁止吸烟 所以如果现在要那些戏院商自己中途推行 阻碍是会相当之大的 坐落在铜锣环的那间戏院 因为一开始就已经将座位划分 并且票价是全港最贵的 情况是同一般的戏院不同 至于交通工具方面 现时只有地下铁路是严格禁止在车厢里吸烟 违反条例的是会被罚款500元的 地铁定下这条负例主要是基于安全的问题 因为地铁的车厢全部都是封密的 如果允许城下吸烟 一来是会减少车厢里面的氧气 二来如果一旦发生火警 抢救是会相当之困难 换句话说 不吸烟的市民在公众场所 是得不到任何法例上的保障的 他们如果被吸烟的人士骚扰 或是被烟雾所围困 也只要抱怨自己不够运 遇到一些无功得深的烟雾 其实政府为什么不可以立例管制 在公众场所吸烟呢 据有关方面的透露 吸烟是个人的自由 很难立例管制的 但他们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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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